Hello,大家好,我是衛仔 今天跟大家講一則新聞或資訊 其實早兩天騰訊發布了一篇新聞 說7月會陸續開放Visa或Master等國際的Credit Card 或者Debit Card可以綁定我們的WeChat 其實可以用於境外用戶來內地消費 可以看回整個大灣區的發展是越來越融合 以及這個計劃是越來越小的 更加便利於一個少回內地的香港或澳門的遊客 可能未必真的會有內地帳戶的情況下 他們可以綁回Visa或Master的Credit Card來內地消費 老實說,如果按照這個情況去看 其實我覺得按照我個人的猜想 其實有可能非常發生的就是以下的情況 譬如我們一些電話上台 譬如我們在中山或珠海這邊舉例子 我們打給方可以用中移動或者聯通的 可能我們去到香港或者澳門 都不需要另外再申請一個什麼境外的Data 一個Package都可以用到 即是不計晚遊,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已經兩地可以互通到不計晚遊 或者譬如可能是香港或者澳門的一些居民 來到內地 當然首先要有一個內地帳戶 如果有內地帳戶的情況下 有可能他們拿著一些港幣或者帆子 去到那個ATM機傳入去 有可能會將它自動按照當日的匯率 轉回人民幣 去傳入它自己的內地帳戶 我覺得其實這些是 都有很有可能會實現到的東西來的 因為這些其實都不是太難實現的東西 因為你見到現在整個大灣區發展的趨勢來講的話 兩地的聯繫只會越來越緊密 越來越一體化會發展 其實看回的就是之前已經實現的澳車北上 還有這個月也是七月份 剛剛開始實施的一個港車北上 也可以看回這兩樣的措施 其實都是增加我們三地 即是中港澳三地的一個叫做聯繫 加強那個聯繫 令到這個格幕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更加一體化地去發展 其實可以看回的就是 其實之前在疫情前 或者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坊間也有很多市民都說 其實政府用了這麼多錢 起這個叫做世紀工程 港珠澳大橋用了1400、1500的億 起出來 其實老實說起不到它有甚麼重要的作用 因為經港珠澳來珠海或者叫做來內地的人 那些人好像不算十分多 那些人都是習慣了好像在深圳過關 那廣珠澳這條橋的行車量都不算太多 那其實我覺得它說得沒錯 其實剛剛開始的情況下的確 港珠澳的通關的油量不算太多 即是平日 那多人的情況下可能在節假日就會多人一些 那平日的確是不算太多人的 那其實可以看回內地一個區域 一個城市的發展 或者一個區域的發展的情況 那其實很好看回中央其實會不會給一些政策 港珠澳的政策 資金去扶持它的一個叫做發展的 那如果政府是有給這些去扶持發展 就老實說就怎樣都會起到新的 那所以的話可以看回 其實疫情開放了之後 其實會越來越多的一些叫做政策 或者是一些優惠也好 或者資金也好 其實就會推動回我們整個大灣區的發展 或者可以廣北一點 是令到更加多人去用我們這條港珠澳大橋的 那其實最直觀的就是好像我們 我們7月份剛剛實施的港車北上那樣 那港車北上就只是 給你在港珠澳大橋而已 就是你不可以選擇的嘛 因為中港兩地排位的話 就可以選擇你深圳每個關口都可以選擇 那但是呢 港車北上你只是可以是經港珠澳大橋過來的 那這個也是增加我們這個 這個港珠澳大橋的使用率 那所以說其實都是 其實一件事 就是政府說發展我們這個 這個港澳大灣區的情況下 那它就不會一時間 一說有這個概念出現 起到港珠澳大橋 那整個會通了 那當然它要逐步逐步去推動 環環相扣 那去發展我們這個叫做 港澳大灣區 那是的 那再說得遠一點 那明年的六月其實 其實深圳通道也是會正式通車的了 那變成到時候 由深圳會過來我們中山這邊 由原來的兩小時變成二十分鐘 那其實這個也是很誇張的一件事來的 那所以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的 因為發展這個越高澳大灣區 或者是這條港澳大橋深圳通道 其實不單單是珠海和中山受惠的 那但是當這個港車北上和這個深圳通道 剛剛開始通的情況下 那它會覺得其實最直接受惠 那還有是吃到頭淡湯的一定是中山和珠海的 那因為很簡單 你看回其實港車北上剛剛通車 那其實因為首先 中港兩地那個是最明顯的分別就是左軚右軚 那變成了其實是一個行左邊 一個行右邊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 那都需要一些時間去熟悉 那需要其實剛剛開始的情況 我覺得香港的一個司機 駕車的一個朋友 他就不會選擇去一個太遠的地方 那因為如果由香港 譬如太子旺角出發 30分鐘去到香港關口 再經30分鐘去到珠海市區 那就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已經可以由香港的市區來到珠海市區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路程 這個時間是OK的 可以接受的 那可能就會 它首先就會選擇在珠海或者中山 去熟悉我們內地的一個交通的規則 或者熟悉我們一個左軚右軚的一個 叫做差異線 那才會可能熟悉之後 才會考慮去遠一點的地方去旅遊 或者去玩去吃 那變成其實港車北上 甚至來的深圳通道 那其實都會為中山和珠海 會帶來一個很大的人流量和車流量 那自然經濟肯定都會有幫助 那所以的話其實就會是 如果現在你買入手中山或者珠海的流盆 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升級潛力 因為現在剛剛是實施這個港車北上 那在街上其實早兩天剛剛開始 那今天是多少號 今天是4號 那其實剛剛實施那一天 其實都會已經是看到很多的一個 香港的單排車 就會已經在街上走的了 那澳門單排車已經見了很多 因為港車北上已經實施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說其實包括接下來 還有大概連續一個時間 深圳通道的一個叫做通車的情況下 其實現在入手中山的樓本 其實是非常之低稅為的 因為現在買的可能都是八九千元 我扯遠了 又變成說了賣樓 所以說剛才跟大家講的就是這個 內地的支付問題 更加方便我們境外的遊客在內地去消費 那也都簡單提及了一下我們一個港車北上 和澳車北上其實對於我們一個大灣區 或者是細化一點點的一個中山珠海 我們其實會影響非常之大 那所以其實都會 可以看回我們內地其實都會好心思 即是給了很多一個政策 以及給了很多一個資金 或者是各方面的東西去推動回 我們整個大灣區的發展 是逐步逐步想將中港澳三地的格幕 或者是越來越小 即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的一個差異 那就令到我們那個緊密 那個聯繫更加之緊密 剛剛才提到 那接下來我覺得 肯定不會是指這些這樣的措施 接下來肯定會有逐漸越來越多不同的一些措施啊 政策啊去令到其實我們三地的一些叫做居民 無論是去到哪個地方 其實都會好似在自己的地方這樣 其實就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政府是會努力做到這件事實現這件事的 是的OK 那今期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期就和大家講回我們大灣區 關於大灣區各些不同方面的資訊 那下期時間再見 拜拜